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们昨天说今天的时间全部是unfriendly 记不记得 那我说开高之后我们还讨论什么叫UNG 联合国嘛 United Nation Unfriendly 所以说今天冲高之后 但后来又上去了 对又上去了 可是这个空方时间会延续到礼拜一 礼拜一上半场还是空方时间 下半场就有多方时间 因为好那我们就反正现在 这边三里只要我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要多教大家 其实呢就主力作手的一个所谓角度 除了空间的一个所谓防守之外 就是来自于时间的扭转 时间的扭转 是的 就好像封关那天我们预测 新春开红盘都是空方时间 所以他昨天就杀 那今天整天也都空方时间 可是你没有发现一件怪事 今天杀下去之后 跟昨天不一样 昨天是杀下去又弹起来继续杀 就今天杀下去之后 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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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两条路可以走 不是跌 就是盘整 没错 所以今天盘整 对的 那礼拜一呢 礼拜一就是先空后多 所以说 那一里路很重要 对那一里路非常非常重要 对那个股就不用讲了 今天个股那个工业4.0 今天轮到上一 所以说你就口文化比较红业 没有我就为你庆祝 庆祝 没有啦 那有人一张股票一个族群 讲一个多月时间 我记得 其实族群轮去轮去 就是你如果可以这个股票换那个 我没那么厉害啦 我没那么厉害啦 然后郁金光涨过 郁金光远金光点 我都没郁金光 没那么厉害啦 没有啊 我说工业4.0 对工业4.0 对 因为等于说我们操作是比较有逻辑的啦 因为那时候在11月份到12月份 我们是操作两只股票 一只叫2014的中宏 你看连中宏都背不起来了 还6488环球金 然后到12月底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关键报告 就提到工业4.0 连包括上银 包括临华嘛 今天上银就创新高啦 对啊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话 会哪一支是不是 没有啦 做股票 不要做到像银啊 我是这样感觉啦 就像今天你看到我们之前 在更早以前我们做多的 不管包括华星光光环都大涨 可是我的会员 我们应该不会去踩那一块啦 因为能赚钱的 你就把股票来来回回 好好的去做操作 你就赚得到钱 就像我昨天所提示的 159年雅德 他今天我不是说 来到一个空八房子 这样你不要追 就今天最高高点刚好来 真的喔 对 然后收286 所以那个数字很重要 我是希望说 大家要懂得如何去做一个计算 因为我发现说 基本上 新的一年 我们说过了 治愈还是很年轻 那么就台 就讲你的股 就台北股市而言 它是到处充满了 一个所谓片线 到处用片的一个所谓的方式 那问题要怎么样破解片线呢 我只要请问大家一件事情 昨天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爆量一根长黑黑棒 不是所有的头顾老师 都告诉你 这一个行情就是要崩盘 因为爆量开高走低 那我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还用工业4.0当作例子 我说今天这个行情 它不会上也不会下 它会来来回回 做一个所谓震荡 因为我是结合着 一个所谓时间结合空间 那么我是建议各位投资朋友 我知道你们的一个所谓努力的 一个所谓程度绝对不亚于我 你可能每天研究台北股市的行情 研究股票 研究到凌晨3点凌晨4点 可是你始终都找不到正确的方法 这开始最要求 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今天10点26分的时候 台北股市突如其来击杀 那突如其来击杀的时候 我请问大家 你所使用的一个所谓KD 你所使用的波浪理论 那是不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放空虚 甚至于你所使用那一些收完盘 自动会买最低卖最高的软体 我看太多了 等待一根杀下去的时候 所有的软体都出现 一个所谓放空虚 去放空 去放空 结果尾盘几乎收在一个所谓最高高点 所以说基本上 你要怎么样破除 散户老师被骗的一个窘境 很简单 你需要知道主力作手的 一个所谓价格观念 那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在教议各位 我说主力作手操作很简单 是架构在周线月线关键价 是架构在一个所谓多空主义心态 就像昨天台北股市大跌 那一根长黑K棒 你真的把我昨天的重播带掉出来看 我昨天为什么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机会点 因为很简单 我在上个月的月底 有没有跟大家预告 9333点 125.65 收上大盘月线红灯 OTC红灯 但同于就是因为 大盘月线红灯 OTC同步都是红灯 那么就好像 我们快速回顾一下 就好像很多人很喜欢看 外资的一个所谓进出统计 那昨天外资是不是卖 卖了4000多口 那我请问各位 是昨天我先预告 主力心态空盘中 就外资卖 你所看到 那同样今天 我在易华的节目当中 我有没有预告 主力心态是多 就今天外资转卖为满 所以说你要怎么样 one stay ahead 很简单 你要在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 来快速回顾 很多人很喜欢看 外资的动态 来这是1月18那天 外资一口气卖了8000多口 因为心态空 所以说外资卖 合情合理吧 就外资卖的时候 很多人告诉你 这个行情就是要崩盘 就在1月19号的那天 我在节目当中 我会有没有跟大家预告 主力心态多 就那时候老师 你说这个 说假 半信半疑 就在1月20号那天 我会有没有再一次 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 还是多 你不要小看这个主力心态多 到昨天新春开红盘 一口气就涨了200多点 那同样进入了倒数 关键的两个交易日 我也没有在节目当中 很清楚的 我所谓的节目很简单 基本上 至于我变瘦 我哭得快掉下去了 没有啦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现在大概最慢两天 就会跑路一次 跑步一次 在跑路机上面 六狗吗 六狗是没办法达成效果 那讲到六狗的话 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我们家有多多肉的 你知道吗 最近又多了一个羊羊 羊羊是什么 羊乐多啊 羊羊是兔子 那为什么多吃一只兔子 因为我请大家好 你们小朋友 不养鸡啊 今年鸡年啊 基本上我是完全不迷信 我只相信自己要多努力 在兔子干嘛 不是我养的 你知道我爸爸妈妈那边 他们总共养了三只猫 两只狗 然后很多人 我爸爸和朱木炸嘛 他把我爸爸那边当动物员 所以说那叫弃养的兔子 你做要求的呢 前几天天气冷到发抖 而且会在半山腰 山山那个地方 你把兔子丢在那边 你存心是要害死他 所以说我只能就把它给接回来 那基本上 这兔子跟主力心态 有关系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问题重点就是在于说 你每天看我的节目 我所强调说验证 真的验证再验证 就像我说 我常亏头顾老师 你每天看到头顾节目 昨天跟前天跟十年前 未来十年也都是一模一样 我发现大部分的头顾老师 都完全没在进步 等同于他们的节目的 一个所谓形态 就永远会告诉你 买最低卖最高 那我所强调的重点就在于说 如果每一个头顾老师 真的这么样的准 为什么没有一个老师 敢在盘中 先让大家去做验证 看清楚 这是农历封关 农历封关的礼拜一 礼拜四主力心态多 礼拜五主力心态多 上个礼拜一的时候 主力心态 也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 我们跟大家预告 有吧 洪洋来到了上个礼拜二 如果说你有看我盘中连线节目 我是不是一样跟大家预告 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直到昨天 看清楚 等同于在农历封关之前 礼拜五主力心态多 礼拜一心态多 礼拜二心态还是多 这三立财经台 11点02分38秒盘中的连线节目 我先让你做验证 那昨天为什么台北股市会开高 走低反弹收最低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的情况之下 你会以为那一个反弹 11点多拉起来 那一个是一个所谓的买点 就昨天反而收在最低低点 为什么 因为昨天的时候 主力心态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空 那当你懂得一个所谓 主力作手的方向 你能不能从他里面去讨到 一个所谓好处 就好像在昨天9点22分的时候 我有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 主力心态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空 就一口气往下跌了90点 取得一剩 主力心态空 即使11点钟反弹的时候 你往下对下来 跟今天刚好是颠倒 看清楚 你往下对下来的时候 主力心态也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空 这是为什么昨天上下震荡的时候 又往下击杀最主要的原因 好 一天过去了 那么来到了昨天 我在昨天除了跟大家预告 9442点 那叫做空帮防守价 我也跟大家预告 今天的时间叫做标标准准的 unfriendly 那基本上我已经把答案 去跟大家做预测 如果你今天还做错边 你真的很对不起我 老师啊 9442还有unfriendly 这里要怎么使用 来我使用给你看 基本上我的一个所谓的学员 我可以跟你打赌 至少有七成的学员 他们已经有办法在开盘前12个小时之前 别人讲12小时 开盘前一个小时之前 他们就有办法去做到当天行情的一个完完整整集系部的规划 那么你现在所看到是我赖的一个所谓的会员 我们在开盘前一个小时之前 我所给他的一个所谓手稿 我在里面是不是提到 我说时间他是不友善的 等同于9442要怎么使用很简单 他急拉来到9442之后 他会往下再做一个所谓急杀 那急拉之后再急杀重点在哪里 对啊 你可以选啊 你可以选啊 你可以选的这个放空 你也可以选那个做多 我告诉你 那是头顾老师收完盘的时候 他会这样子去表演 重点就在于说 他们完全都不知道主力心态的一个重要 因为他们根本到目前为止 还只能以老卖老 告诉你买最低卖最高 连一点最基本的研究精神都没有 他不知道主力心态的重要 好 这个是今天礼拜五盘中的一个连线 从上上礼拜五 上上礼拜五心态多 礼拜一心态多 礼拜二心态多 农历封关 只有昨天跳空开高 心态由多转空 你们发现人家主力作手 当天就只有一个所谓单一的 一个所谓方向 好 那当你知道心态他是多的情况下 我请问各位 今天10点26分 你跟我的会员 我们刚好是走不同的路 当你看到跌破平台警线 麻烦真的把你的软体打开来看 你的软体是要等跌下来之后 这边才会有放空讯号 所以说那叫标标准准的空气单 连接战的勇气都没有 如果你跟到这样的老师 我奉劝你无论如何 一定要带枪投靠 而这个急煞的时候 我也没有告诉我的会员 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等同于昨天的主力心态空 一口气刷了90点 今天的主力心态多 一口气有没有涨了30点 那这就是我的一个所谓操作逻辑 借由一个时间 借由一个空间 达到一个所谓事前的一个所谓规划 而规划的成果 我在节目当中 我可有跟你做预告 那预告的一个所谓精准度 到底是高还是低 我讲坦白 你心中有一个所谓答案 那当然如果你认同我的一个所谓操作理念 而且你从易华节目 你从致阅节目当中 得到一个所谓完整的验证 还是老话一句 全方位360 差一天真的差非常非常多 尤其那一些不适合你的 一个所谓软体 你要想办法带枪投靠 那更重要的一个重点 我们在全方位360里面 为什么叫做一个360 因为360他所要求的是一个 源源满满的观念 因为很简单 我谢文恩不可能永远都站在三地财经台 我也有我退休的日子 搞不好明年 搞不好后年 搞不好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那我请问各位 主力作手的一个所谓操作的一个模式 操作的技巧 你要不要想尽办法学习 学习完之后 你还可以不断的延伸 你要学嘛 你又要学嘛 那为什么要学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心愿 我要让你做到one stay ahead的预测 老师啊 担心我年纪一大把 我讲坦白的 那是心态的一个所谓的问题 你养了兔子 就觉得兔子的大便跟尿料很臭 你不养 只有弃养丢到我们的家里面来 那是心态上面的一个所谓问题 那我还强调一件事情 我的一个所谓课程 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样的简单 也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样容易 至少我在节目当中 所讲的9442点 这种价位 你本来就要有本事 有本事 你用计算机里面的加减乘除 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可是主力心态这个区块 可能有一点小小的一个所谓复杂 因为当你学会时间 当你学会空间 我们先不讲心态 时间跟空间 你自然有办法做到one stay ahead的预测 就好像昨天台北股市 为什么开高走低 因为很简单 在开盘前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又知道 时间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不友善 所以昨天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配合主力心态空 就一口气跌了90点 同样的 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 它能够冲高之后往下回跌 回跌完之后又慢慢慢慢拉上去 尤其期货还涨了60几点 把一大堆人嘎到外带空 因为很简单 今天的时间它是不友善的 而且这个模式 我都写得很清楚 这些包括今天的一个所谓低点 9408到9410 我有没有在开盘前 就已经告诉我 赖的等级会员 它的一个所谓完完整整的成果 而这些东西都是应该 你应该具备的 同样的 同样的股票也都是一模一样 就像很多说 老师啊 你的好厉害 你的上瘾 今天拉出一根所谓 红K棒创新高 你的凌华 我请问各位 那上瘾跟凌华的 一个所谓大涨 我难道没有在事前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预告吗 那基本上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的节目就跟连续去一模一样 为什么跟连续一模一样呢 我今天跟你讲上瘾跟凌华 事隔一个礼拜之后 我还在跟你讲上瘾跟凌华 因为我相信这样才赚得到钱 你跟着这么多头顾老师 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你的头顾老师 充其量就只会 每天去追强试股 然后上节目 告诉你涨停板 涨停板 那我请问大家 那你每天都有涨停板 赚比较多 还是我们这种扎扎实实 一步一脚印才赚的比较多 很简单嘛 为什么选择上瘾跟凌华 因为最主要原因 他们的主力心态 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 你只要来上过课 你也算得出来 结果算完之后 有没有美好的结果 这一档6166临华 有没有拉出三根掌停板 同样1590的一个雅德 志愉啊 这可不是我们在唬烂的 我昨天有预告287.9 有啊 有啊 今天最高288 降点不要追啊 所以还说 因为你算谁才有小数点 对 对 电脑算的 小数点 对啊 你们用手算的 也会算出小数点啊 然后跟你讲一下 我287.9要卖雅德 然后马上被他赶走 没有啦 这是算出来的 我们不能说 等一下写288 写288的情况之下 学员会compute 说老师我算算287点 没有错 我们所要求的 9442就9442 你不能讲说9441啊 9442就9442 你懂我意思吧 那请问各位 240块钱所买进的1590的雅德 到今天288块钱 已经涨了48块钱了 你随便买个十张 是不是有48万 更重要重点 有时候我很佩服 我这群学员 他们已经触类旁通 大家很胖 而且他们现在超级喜欢研究 甚至于呢 我的学员跟我讲说 小事我现在研究一个特殊神奇秘密 还偷偷摸摸打电话跟我讲 老师啊 你知道美国 美国都是开盘那一刹那 美国起舞不了 说只要转 看是这样子 或这样子就大转了 十分钟就可以结束交流 说 到底是哪一边 到底是哪一边 他们已经研究出来了 如果说 你们真的有空 你们去参观一下 我们的FB的 一个所谓不公开社团 那FB的一个所谓不公开社团 你可以看到 满满的一个所谓对账单 还要捐款收据 你现在所看到是美金不是台币 美金不是台币 那当然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不公开社团 我们名字是谢天谢地 布施团 不是谢天谢地谢文恩 是谢天谢地布施团 因为我感觉到 人之所以存在的价值 谢文恩 他只是活在这地球里面的 一个所谓名号而已 我跟监狱里面的12345678 有差别 一点差别都没有 可是我今天 我所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在于哪里 我刚跟大家报告过了 以我的一个所谓精准度 我在家里穿内裤 多多乐乐 还有羊羊 当左右腹法 讲到羊羊快疯掉了 狗没有看过兔子 回到家 才把羊羊的笼子整个拆开 超激动的 超激动的 然后把它放在那个 高的那个桌子上 乐乐在那边跳 跳 乐乐腿又比较短 在那边跳跳跳 为什么要跟兔子玩 我怕 我怕放出来把他咬下去 应该不会 狗应该不会 可是我家乐乐是猎犬 那不行 猎犬会猎兔子 所以说很伤脑筋 所以说我在家里 我自己做就好 可是我说过了 我今天人生很大的一个成本 存在的一个所谓价值 就是来自于行善不思 而且相信我 你只有你的家人 渴望你成功 包括我讲比较坦白一点 包括亲戚 朋友 大部分都不渴望你成功 这就是社会的现实跟无奈 所以说在全方位360 我们的一个所谓行善不思 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时间比较有限 我们直接跳到这一个礼拜 从12月20 从1月9号 从1月16号到2月3号 1月16号到2月3号 半个月时间 因为中间有很多假期 我们总共募得 69950块 还包括我个人小弟不才的捐款 1万8000块 这是我们所捐款不思的一个单位 还包括昨天所跟大家报告的 慈怀福利基金会 还有赛木基金会 家福基金会 罗慧夫福岩基金会 北港朝天空 动物救援小组 再从动物救援小组 我们往下延伸到 家福基金会 炫上捐款 再从家福基金会 到台南慈航爱新会 再从台南慈航爱新会 我们到麦当劳 叔叔的一个所谓 慈善基金会 这是我们每天 不断在重复 在循环做的事情 因为我跟我的会员 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我们所做的每件事 老天爷都看在眼里 我们所做的每个功德 主力作手也看在眼里 老坏句 感谢你们爱新捐款 就是因为有你们 台湾到处充满了亮点 就是因为有你们 台湾会越来越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成为 我们行善不失 赚钱再不失的一个行列 重点就在于说 你认不认同我的 一个所谓操作逻辑 你能得到一个 事前的预告 事后验证 如果有的 全方位360 差一天差很多 改良往前 拨通电话再做 玩下去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忙回来 金兰 严选酱油领导品牌 全场只采用 飞机改黄豆 保证安心 金兰 金兰 痛啊痛啊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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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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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鸡鸡�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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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歡迎回來 那這工業4.1上癮 上癮還可以再一次 上癮之前把大盤稍微再解一下 那基本上 其實禮拜一的空方時間 我講坦白的 我覺得空頭應該沒有這麼容易散發甘休 現在你看到美國企業盤上漲 可是我覺得空頭應該 所以說這個點你要特別留意 那至於多空防守價 那空方我當然不能跟你講 因為空方防守價 我可能就要腳底抹油落跑 所以說那這些價位 你應該懂得如何去計算 可是若老師 我緊張 我需要馬上知道的 沒有關係 廣告中的電話把它撥通 我們的研究團隊 很樂意去跟大家做一個完整的解答 那自己在講上癮之前 很多說消失 那我到底我的股票 要怎麼樣除就不行 很簡單 基本上什麼叫做一個APP 你可以直接去下載我們的軟體 把主力心態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面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舉個例子 當時在11月16號的時候 我們補空反手做多 哇 日子過好快喔 那時候我們補空反手做多 兩檔非常重要的代表股 第一檔2014中紅 第二檔6488環球金 這兩檔股票各漲了兩支漲 對不對 那同樣的來到12月 你有沒有想過 一般投顧老師一定把股票遮起來 跟你講說這檔股票即將噴出大漲 趕快趕快入會 可是我卻在節目當中 我公開操作給你看 那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敢 為什麼其他投顧老師不敢 因為很簡單他們沒有主力心態 他們根本不知道主力作手針對上銀 針對雅德 針對梨華 到底是做多還是放空 所以說操作沒有自信 你跟他操作到賺不到錢 那很簡單嗎 上銀啊 主力心態多啊 主力心態控制後暴跌100多塊錢 主力心態一反手做多 反手做多又漲了六七十塊錢 不是這樣子嗎 那更重要重點 在我們的一個APP裡面 我們還給你一個所謂急訊息 我請問各位急訊息重要嗎 你們上銀可以報到今天嗎 你們上銀可以報到今天嗎 你們當然報不到今天嘛 那藉由我們的一個所謂急時訊息 而且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開盤前 我們就通知 來我直接跳今天囉 所以今天早上8點14分01秒 上銀跟紅准的支撐加碼買進 有沒有看到 上銀空手的新會員的部分 159到160塊買進 全體會員155塊錢持續加碼買進 廣民金金長也續報 2354的紅准87點是加碼買進 今天紅准買在最低的低點 就牽扯到我們軟體第三個功能 好 第二功能 讓你在第一時間擁有主力心態 包括指數 包括所有的股票都是一模一樣 第二功能在於哪裡 當你擁有主力心態的情況之下 你能不能找到每一檔股票精準 更重要重點 我們的軟體能預測 每天的多空關鍵價 麻煩自己抄 記得趕快利用黃色鞋 全班位三人 差一天差很多 非常謝謝文哥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未來事件部 我們下個禮拜一見囉 拜拜